落错车,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,这句歌词根本是香港中产阶级的主题曲,因为周边必然存在沽出自住流,租流等爆煲,结果一去无回头的故事,增在数目多与小的分别,自住流是必需品,无谓办境乱禁沽,已经是香港人的信仰。 林一鸣把一个平凡道理,以财经评论员作为主角赞写文章,居然在假期期间成为热门话题。故事包装的确相当重要,主人庸到底是谁并不重要,也只有林先生才知晓。故事第一个反思,是资产宗教的形成,会对价格走势有影响。2011年是落错车高峰期的开始。 当时香港楼价攀上高位,适逢勾债危机,美国国债又被调低评级,不少人以为雷曼再现,然之后一切都已成历史,受过过去八年的教训。 除非经济持续转差一段长时间,投资者对长远前景相当悲观,否则都会以一个持有等待观察的做法来应对。 所以今时今日,楼价调整的幅度都相对浅。股市之中,个别蓝筹股也开始有宗教意味,始终存在一帮有钱人,需要管理每年新增的现金流。 物业交易费用已经太高,租金回报也偏低,于是一些长期表现突出的老牌公司股票,就成为了更佳的资金停泊目标。 事实上,经过去年纪一跌一升之后,愈来愈多人推崇越供优质股票,令到少数股票率先破顶,永远比市场存在日价。 这种股票不能用以往的估值来评价,否则永远也不用买。也最好坐着一个仓位,表现长期起出望外。 第二个反思,反而是过分看众物业的回报,可能忽略机会成本,不得2010年才买多两个单位。 令到物业占本身投资比重不至太低,和大部分同辈发达之路不同。 不靠物业,完全是靠建立一盘生意,走失哪个相对容易上车的楼价飞升旗,事后回看并未太过后悔。 如果当日被公留负担制找,未必敢贸言自立门户。 就算够胆,也只会战战兢兢。 不会尝试新打法,今日可能只是一个过气,只会免怀风光的所谓世家古王。 不者也是才演出身,希望鼓励一下各位后进。 既然待遇不高,更加不应该留在舒适地带。 继续用上一代老掉牙的理论来过活。 例如用波浪理论来看行指做买卖决定。 放胆和市场较劲,不断从胜负中学习。 与时并进,才会有望有日杀出重围。 不需要靠物业上位。 更加不需要为上市公司职位的五斗米而折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